HELLO 大家好,我是海舟 在今天的教程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消息 最近有一些人开始找我帮忙带剪视频这样子 因为最近在假期嘛,也比较有空 所以就赚了一点点的 虽然不多吧 但是感觉也是对我剪视频风格的一种认可 所以也还蛮开心的 所以打算买一些礼物送给大家 正好过几天呢,我要去日本旅游 就打算说去神社里面帮大家求御守 评论并且转发这一条视频说出你的新年愿望 到时候呢,我会录下求御守的过程 并且在我的Vlog里面送上对你的祝福 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留言 OK,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教程 从这一期开始呢,教一下大家平时我是怎么调色的 那其实P图和P视频不对 那其实图和视频的调色都是差不多的 听说我们拍风景或者拍自拍都会P图之类的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触过调色 就以手机软件的调色来说 我们一般会先调整它的亮度 然后是对比度 加一点点锐化 还有调整它的饱和度 还会调整它的高光和阴影 还有色温以及色调的部分 如果追求一点点胶片电影的效果呢 也会增加一点点褪色 然后再调整一下你画面的高光 以及阴影部分的色调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PR里面有哪一些功能 是对应手机的图片调色软件的 平时我们在剪视频的时候呢 所运用的窗口模式都是编辑的模式 这一次我们是要调色 所以我们就要用调色的窗口 我们先来到窗口这里 在工作区这里是可以选择颜色的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直接在面板这里选择颜色 那这个时候看右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Lamma Tree Color的版面 这里有基本教程创意曲线等等 平时所用的和手机的P2软件 相对应的一些功能呢 基本上在前三个就已经全部都有了 所以我们就只讲前三个 首先点击一下基本校正 打开这个选项 然后选中我们要调整的视频 在这里可以看到是有色温 可以调整它的冷暖 色调 一般就是偏红或者偏绿 这个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 然后这里有曝光对比度高光阴影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功能了 曝光 对比度 如果希望画面看起来柔和一点点的话 可以减少一点点对比度 那么高光 一般我们说的高光简单 就是希望高光的数量会少一点点 所以一般就往左边拉动 那这个是阴影 可以让阴影变弱 或者增强阴影 白色和黑色呢 其实是控制画面里面白色和黑色的数量 那如果我们把这两者往反方向移动呢 会有增强对比度 或者说是给照片加上一种褪色的胶片感 不过我一般不会用白色和黑色这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收起基本校正在创意这里呢 是有一个淡化胶片的效果的 加一点点 然后这里有锐化 一般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呢 我都会加上一点点的锐化 接下来是自然饱和度和饱和度 简单来说 自然饱和度会比饱和度更加的智能一点点 所以呢 我一般是调整自然饱和度 然后收起我们的创意到了曲线 其实最基本的校正呢 用上面这两个就已经可以达成了 那曲线这里呢 就是RGB曲线 它有白 红 绿 蓝 四种颜色 这个的横坐标呢 表示的是画面的亮度 所以上面是调整的画面的高光部分 下面呢 就是调整的画面的阴影部分 一般呢 我会在中间调整一点点 调整画面的整体色调 但其实在基本校正这里的色温和色彩呢 也可以调整整体画面的色调 所以曲线的功能呢 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用到的 现在我们可以播放试试看 我们快到 发现它的抖动是有一点点厉害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在效果这里 找到视频效果 这里有一个扭曲 扭曲里面有一个变形稳定器 拖进视频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让整一个的视频变得稳定起来 我们快到 什么地方来着 阳朔 时间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色风格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做出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日系的画面效果呢 一般会降低对比度 降低饱和度 降低亮度 整个画面呢会偏灰以及偏冷 还会加一点点的褪色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调色视频就到这里先结束了 不要忘记留言参加抽奖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